打个车 打个车 这个价格 真的已经是非常实惠了 邻居小孩踢球 把玻璃给砸了 你们放心 我这两天就把玻璃换了 小孩就是淘气 是不是 那感情好 感情好 那这样 我们回去呢 咱们再商议一下 行 回头呢 尽快给消息 好 谢谢 这边请 好 我挺满意的 尽快拿下 买下吧 有人看中了 这两天前 大家如果都不发言 那我可就散会了啊 这可是你们主动放弃了 这次发言的机会的 我昨天啊 买了一张富士彩片 人家号码呢 已经连买七次了 我为什么买富士啊 就算是中大奖了 刨去上税 四百万 也不够给我员工发工资的 买富士有可能创造奇迹 各位 我遥远啊 很早就是孤儿了 小的时候家里生活很困难 从小跟着我二叔 就出去打拼了 什么脏活累活全干过 睡过第二室 吃过凉馒头 那会儿那么难 我也没想过 买彩票这事 家电下乡 你就换新 我这是 用这个换了银行信贷了 但也真高兴啊 我看见那些乡亲们 特别高兴过来挑家电 能过年似的 他们高兴我也高兴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会一直干下去 但现在真干不了 自己都养活不了 农村市场绝对是个宝藏 绝对有特别大的发展潜力 现在干不动了 但我在这儿表态啊 我总有一天 肯定给他拿下 我得记住这句话了啊 首先你得活到这一天哪 您得先跟我们证明啊 得让我们堂堂正正地活着 才行啊 为什么外资物流 可以享受正规的国民待遇 我们自己的民营企业 却不行了 就是 现在外资威胁实在太大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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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